厂墙想要测量某一个高塔的高度 他测得塔顶的阳角为30度 又测得他到塔基的距离为200公尺 需求塔高为多少 所以我们要先画图 先做一个地板 再画一个塔 好 厂墙在这边 厂墙呢 他看到塔顶的阳角是30度 所以这里是30度 然后厂墙到塔基的距离是200公尺 好 我们把这三角形画出来之后呢 我们帮他写一下角 ABC角 好 这样我们比较好来叙述 在这边我们要求的是塔的高度 就是BC边 所以我们假设 塔的高度 H公尺 好 所以在整个三角形当中呢 它是一个30度 60度 90度的三角形 那我们题目给了我们这个200 还有这个我们要求的H 这两个边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三角函数 三角函数当中的tangent 所以tangent 30度呢 会等于AC分之BC 好 AC的部分呢 是200 好 BC的部分是H 而tangent 30度是多少 根号三分之一 所以我们交叉相乘 根号三H等于200 好 我们两边呢 再除以根号三 所以我们的H就会等于 根号三分之200 好 我们上下乘一个根号三 所以我们就会得到三分之200 根号三 那我们的单位呢 因为题目有提到公尺 所以我们的单位呢 就要加上去 t的高度就是三分之200 根号三公尺 好 谢谢大家